FIR前任阿清的妻子花花 过去分享照片时经常被网友指出身材太瘦 担心她的健康状况 近日她在社群发文坦言因罹患了厌食症 体重一度跌落到29公斤 B&M只有13.2 远低于厌食症标准的15 期间陆续出现吊发、呕吐、头晕、昏睡等状况 导致她害怕照镜子量体重也很抗拒见人 但因工作原因不得不勉强撑起微笑面对 花花看着自己的骨瘦如财的体态 状态越来越差甚至曾产生放弃的念头 后来她及时转念认为遇到了就应该面对 她在文中透露心里有一块一直逃避的伤痛 累积的心理压力才会导致厌食症 所幸她发现早休养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如今体重回升到33公斤 也顺利搬新家展开新生活 开心宣布她好多了 花花也借着自身经历鼓励有类似经验的人 也许现在过得很煎熬 不断反复陷入痛苦和挣扎 但只要再努力坚持一下 明年都会变好 但新话语十分感人